您听准了啊 这下边一句话啊 它有点绕脖子 要聊老二他妈呀 那咱们就得和老四他妈一块聊 您先别皱眉头啊 我没骂街 我挨着啊给您讲故事呢 看古记讲故事 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前几天啊 就有好朋友给我留言说 想听听这康熙皇帝的兄弟们 也就是这顺治皇帝的皇子们的故事 我一看啊 提出这些问题的 还是咱们家铁粉 得安排 咱们立刻安排 要是讲这个故事啊 咱们还得遵从老办法 咱们一开头啊 先得说说呀 这顺治皇帝都有哪几位皇子 咱们要是用一集的时间来介绍皇子啊 那得亏是说顺治了 因为那皇子少啊 这要是说康熙的皇子麻烦了 久子夺嫡 咱们就聊了将近两个月 这要是全交代清楚了吧 广是这介绍名字和爵位 我看呢 就得一口气三十分钟 顺治皇帝 爱心觉罗福林 在位一共十八年 生了十四我孩子 那六位公主啊 不在今天咱们聊天的范围之内 咱们今儿啊 单说这八位皇子 顺治八年 在紫禁城里 一位后来被封为 彼时赫 额孽附近的树妃 为福林 生下了皇长子牛牛 要是算起来啊 这满打满算 顺治皇帝今年啊 才十四岁 可这牛牛啊 他寿数不行 龙共啊就活了八十九天 他出生于啊 这个顺治八年的十月初一 转过年来 还没出正月 就在顺治九年 皇长子牛牛就早伤了 咱们在这儿多说一句啊 这牛牛妈妈的封号啊 挺有意思的 它的封号是 彼时赫额孽附近 额孽是什么意思 说实话 要是用现代汉语解释啊 这额孽一词不好解释 有人就说了 这额孽啊 就是恶娘的意思 您看现在我说这个词啊 只能按照自己的生活习惯来读 这满洲人啊 一念啊 都念恶娘 只有这台湾人 嘴根子比较硬 所以说啊 才叫恶娘呢 我在这儿啊 是给您讲个趣事 没有纠正您发音的意思 您是想怎么念怎么念 字在那摆着呢 大伙也都知道什么意思 这额孽啊 还真不完全就是额娘的意思 这额娘啊 就好像咱们汉语里边 称呼为母亲 通常啊 称呼这嫡母和生母 都是用额孽 称呼其他的树母 就称呼为恶娘 您看黄张子牛牛的生母 封号是彼时赫额孽附近 这彼时赫呢 很有可能是这位娘娘的名字 因为在这满洲老姓啊 和当时这个蒙古老姓里边 我都没查到这个姓氏 我把这个封号啊 单拿出来咱们聊聊啊 是我觉得呀 它挺有意思 这要是翻译成汉语呢 那意思完全可以理解为是 张妈妈太太 有能力详细解读 这个封号的好朋友啊 您爱他我一下 偷偷的告诉告诉我 也让我呀 跟您一块儿掌掌学问 接着往下聊啊 咱马上就得聊到这老二 老二是谁呀 这老二啊 就是康熙年赫赫有名的 亲命福远大将军 玉亲王福权 到了康熙年 这康熙老佛爷 唯一的哥哥 玉亲王福权的身上啊 有个好故事 这个故事啊 咱们等会儿再讲 咱们这会儿啊 就得聊聊 这玉亲王福权的妈 您听准了啊 这下边一句话啊 他有点绕脖子 要聊老二他妈呀 那咱们就得和老四他妈 一块儿聊 您先别皱眉头啊 我没骂街 我挨这儿啊 给您讲故事呢 老二下边是谁呀 老二下边 这是黄三子 今儿咱们不用讲 前边呢 也讲得够够的了 就是爱心觉罗的玄义 康熙皇帝 那这老四是谁呀 哎这老四啊 就是荣亲王 没名字 就是荣亲王 为什么呀 因为这荣亲王啊 就活了三个月 两岁就死了 那有人说 你这不是混蛋了吗 活了三个月 两岁死的 那没错啊 这子 他是顺治十四年 十一月初七日生的 顺治十五年 正月二十日早伤的 那按照咱们老祖宗的习惯 这人要是经了两年 那必是两岁 那为什么这老二的妈妈 和老四的妈妈 得一块说呀 因为呀 他们都是懂恶事 那么是一个人吗 不是 这是今天 我借着这个机会 特别想跟您说明的一点 因为关于顺治后宫 懂恶事娘娘的事啊 总有朋友爱他我 说我呀 讲得稀里糊涂 前言不达后语 前后矛盾的地儿忒多 这不怨我 说实话 这事您没听明白 今儿我在这儿啊 就给您 在一块 把这董恶事娘娘 给您捋捋 这里边 为什么显着乱呢 因为在顺治一朝 姓董恶事的娘娘 一共有三位 那最有名的呀 就是黄四子的生母 孝宪皇后 董恶事 哎对了 这孝宪皇后啊 就是那个历史上 传说故事最多的 那位董恶妃 那有人就说 你刚不是说 是孝宪皇后吗 怎么又成董恶妃了呢 因为这孝宪皇后啊 是董恶妃死了以后 被追封的皇后卫号 这董恶事生前啊 卫号是皇贵妃 那您不管是妃 贵妃 还是皇贵妃 虽然这卫号不同 身份呢 一级比一级尊贵 但是啊 称呼她为董恶妃啊 也没毛病 孝宪皇后董恶妃的故事啊 您肯定听到不少了 什么 她是伯母伯孤儿的福晋呢 被顺治皇帝 抢来的兄弟媳妇啊 什么 她是汉族女子董小婉呢 什么 因为她的死 顺治皇帝出家为僧啊 咱们在聊顺治嫔妃的 那个系列里 深入的掰执过 在这儿啊 咱们就不细说了 话说回来 这皇二子福权的妈妈呀 也是董恶妃 也是一名董恶妃 是宁雀妃董恶妃 有人说 哎 这挺传奇 是亲戚俩吗 不是 八竿子能打得着的远房亲戚 论败分算起来啊 应该是姐妹 比这孝宪皇后可早入宫 就因为生了二阿个福权 所以啊 才被封到了妃位 除了这两位董恶妃 在顺治的后宫当中 还有一位董恶妃 这位啊 可是这孝宪皇后的妹妹了 是亲唐妹 这位啊 就是真妃 董恶氏 真妃啊 无非就是后宫 因为很普通的树妃 清初的时候 后宫位分制度 还不是很完善 您看在河北尊化 清东陵 顺治的孝陵 妃元秦里啊 我要是这么说呀 他不够严谨 因为这顺治皇帝 没有妃元秦 所有的妃子呀 都和皇后埋在一起 雀雀的位置呢 就是尊化皇陵的孝东陵 在这个院里呀 除了埋着这孝慧张皇后以外 还葬着这个顺治皇帝的其他嫔妃 因为位分不完善 他们的封号什么都有 既有妃 也有福晋 还有格格 那怎么这普普通通的树妃董恶氏 就有了真妃 这么一个封号呢 那这脸啊 都是自个儿挣来的 真妃这个封号啊 他挣来的方式 别人还小不了 哎 他怎么来的呀 顺治皇帝驾崩以后 这位董恶氏啊 一根白铃子 上吊殉情了 您记住了啊 为这顺治皇帝 殉了葬的董恶氏啊 是这孝宪皇后 董恶妃的妹妹 她也不是一个人 殉情以后啊 她挣了这份荣誉 被赐号为真妃 但是啊 您得记住了 在文献和野史小说当中 如果单提出来董恶妃 那说的一定是孝宪皇后 就是这四皇子 荣亲王的生母 您看咱们纵观历史啊 哪有给三个月就早亡了的孩子 追封亲王呢 哎 这荣亲王就是一份 连名字还没取呢 就被封为了亲王 这原因呢 就很简单了 母一子贵 因为这芙林呢 至爱董恶妃 说完老四啊 咱就该说说老五了 这老五啊 是爱心觉罗 常宁 妈妈呀 是恕妃臣氏 常宁啊 活到了康熙年 康熙四十二年才轰氏 享年四十七岁 身上啊 也有军功 参加过康熙年间 讨伐嘎尔丹的大战 曾任安北大将军 被封为和朔 宫亲王 哎 您别跟后来那鬼子肉弄混了啊 唐宁啊 不是铁帽子王 等他死了以后啊 孩子们只能递减席诀 到了晚清咸丰年间 才把这个绝号 又给了鬼子六 公亲王宜心 顺知的第六子啊 叫齐寿 我看现在很多人 为了简化呀 就把这个寿字 写成寿语的寿 其实不对啊 这个寿字是寿代的寿 这生母呢 是树妃唐氏 康熙四年 七岁头上啊 就死了 没有爵位 再往下呀 就是老七龙喜了 康熙这个弟弟 爱心绝多龙喜呀 虽然活到十九岁 但是属实没有什么故事可讲 这位纯亲王龙喜呀 在我心里呀 地位挺高 印象极深 为什么呀 因为这是刘始我呀 采封过的第一座清代王爷坟 二十多年前 骑着摩托车寻访青东陵 路过一个村子呀 就有石头营子 在公路上远远的就看到这村子当中啊 立着一桶大碑 这座碑呀 就是纯亲王龙喜的神道碑 后来才知道啊 这个村子里呀 可不光埋着这个纯亲王龙喜 前面咱们提到的这老二 玉亲王福权 还有这老四荣亲王 以及康熙皇帝的几个儿子 都埋在这个村里 这黄花山脚下的小村石头营子 一拉六 埋了青代的王爷六娃 得机会 你要路过呀 也应该去采封采封 康熙皇帝的八弟勇干 生母是树费木克图士 这老爸呀 也是个没寿数的 康熙六年八岁的头上啊 就轰尸了 这身后呢 也是既无爵位也无嗜好 哎 您瞧啊 这顺治皇帝的这几个儿子 咱们就都讲完了 我是不是拉了点什么呀 对了 老三玄业 生母啊 是童家氏 就是后来的孝康张皇后 得嘞 今天天可不早了 明天啊 我在这里边挑一位 最有故事的皇子给您讲 谁呀 不卖关子啊 那就是这二皇子 豫亲王 爱心觉罗服权 那位康熙皇帝 又爱又恨的哥哥 我是负责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能跟我留言互动啊 那将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那今儿咱就到这 明儿见了您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